鴻海的下一個兆元產業 電動車我想這是郭董 他累積十幾年要做的事情 對 實際上鴻海為什麼要介入這個 我們看鴻海去年營收是5.3兆泰幣 那你要想喔 手機成長性多大 那如果真的我們剛才講到 我們等一下會講的 AR VR市場多大 你根本沒有一個那麼大 等量器官的 唯一就是電動車這個市場 電動車這個市場 未來只有6兆美金 你只要吃到10% 那營收就已經可以彌補 現在的整個鴻海的營收 所以我覺得他勢必要這樣做 那我們當然講到 我們現在關注最多就是Model C 因為Model C他是個評價百萬以內 那目前最先可能會跟他合作 就納智捷 納智捷他就是說他會推出 2023年會推出這一款車展 他是用5加2座 也就類似他這樣休旅車的這個設定 他設定因為我們知道 目前的特斯拉的Model 3 還有這個Vox Volkswagen ID.4 他都是用這種評價的車 所以他等於鎖定在2.5萬美元 這樣一個左右的這個數字 那我覺得這個可能用家用的第二款 我覺得是蠻有市場 那不只是跟這個台灣的這個納智捷合作 現在有這個包括泰國的這個國家的石油公司 還有這個馬來西亞國家的石油公司 也可能考慮會把這個Model C這個車款 引到他們相關國內去量產 好了我們講為什麼我覺得呢 他要追趕這個特斯拉 可能還有一段時間 你看看其實這裡面講得非常清楚 你看他除了結合這個1500名以上的軟體應用人才之外 還要再招募1000名以上的軟體研發工程師 事實上特斯拉厲害 厲害在什麼地方 厲害在軟體 為什麼厲害在軟體 我講一個例子 大家就應該知道 譬如說電池 電池管理的能力 這個是需要管理 你要用軟體去管理 譬如說你看特斯拉電池 假設你在開車的時候 下面有一個這個石頭砸到你的電池之後 特斯拉是慢慢的燒 你用很多中國車廠是直接爆 這兩個就差異很大 那你要怎麼去修改這個 這需要非常多軟體 甚至是很多消費者的使用經驗 這個都是要需要時間的 所以我覺得 我覺得鴻海是非常有潛力 但是需要時間去慢慢讓他學習 去追上這個目前的這個狀況 那除了這個我們剛才講到 Model C Model T還有Model E之外 他現在因為美國他有跟Lost Town合作 那Lost Town是做卡車 所以未來有可能會做卡車 另外還有一個FISC FISC是新創車 他是跟特斯拉那種等級比較像的 所以等於說他除了在台灣做之外 他未來也會到美國去做 所以我覺得鴻海的電動車佈局 其實是多方便去佈局 那我覺得在投資方面來說的話 我覺得剛才阿哥講得非常清楚 就是不要去看那些所謂的整車廠 你可能可以去看他們的零組件 相關的供應鏈 譬如說像電池 電池的話你今天的很多電池 就漲得非常多 你看車用晶片是大老 但是運算能力非常重要 所以你看今天的很多跟車用相關 像二極體或說像第三代半 都表現不錯 這就是他需要用到的晶片 另外一個就是電池 電池裡面來說 他這次跟什麼塑荷融碳 還有這個中鋼這個碳素合作 他們要進行所謂的這個電池的開發 那這次電池開發 主要就是磷酸鋰鐵電池 因為這個電池的整個未來的商機 你看純電動作的需求 是目前筆電的一千倍左右 所以這個未來一定是很龐大的商機 只是說現階段臺灣這些 你要說買塑荷融碳 這些可能都還沒有發酵 但是你相對而言 如果你有切入 包括說像這個寧德時代的供應鏈 你可能短時間就有發酵的可能性 好那除了這個電池之外 其實大家還看到另外一個 就是說這一次的這個車子 包括說Model E或是Model C 大家覺得看起來蠻令人亮眼的 設計得不錯 對 特別是很多Model E 很多人就看出來說 覺得說很像那種國外的車廠 那種歐洲車廠高級車款的感覺 那事實上的確 因為他這次請的是這個 賓尼法利納的公司 賓尼法利納事實上 如果你知道非常清楚的話 他其實是一家 位在義大利北邊都林的 這個城市裡面的一個 算是這個車子的設計設計公司 那他過去一段時間 其實大部分都是幫這個 包括說像本身義大利品牌 像義大利有一個蘭吉亞 我不知道大家有沒有聽過 這個現在已經沒有在台灣引進了 包括說艾快羅密歐 他其實大部分都是他設計的 對 還有法拉利 法拉利有部分車款也是他設計 他其實在過去一段時間來說的話 是在歐洲非常有名的 一個車款的設計公司 甚至連勞斯萊斯的部分車款 其實也是委託的這個賓尼法拉利 法利納公司來研發 那賓尼法利納公司 他這幾年已經開始轉型了 他過去都是幫人家代工 就是說我幫你設計整個車子 那外觀或是整個這個設計 但他現在轉型什麼 他現在也準備要自產 因為我們知道其實 大家都看到電動車的未來 因為過去引擎車的確 你不會坐引擎你就沒得玩 但是在未來的世界裡面 其實電動車的門檻是比較低的 我只要取得相關的 包括電池或是說馬達的能力 甚至是車電的能力 我就可以組裝 所以他現在也要組 這個所謂賓尼法利納公司 他也要組裝進入所謂的電動車市場 他現在已經推出一款 你看這個他自己設計的 這個車款叫Battista的車款 這個車款來說 他號稱有千匹的馬力 那0到100公里的話是2秒鐘 然後他的整個續航力 因為他的速度比較快 所以他續航力是比較低 這次號稱的續航力 大概是300到500公里左右 跟我們這一次鴻海說的700多 是有一點的差距 不過你就知道說 其實在未來電動車的市場裡面 你可以看到大家都準備進去 現在甚至這幾天不就傳出 連Sony都要做電動車 大家都想要做電動車 所以我相信鴻海他這一次看的是 MIH一個平台 然後拉了很多台灣的廠商 一起來合作 初期我覺得台灣不用再整整市場 台灣應該目前沒有太多的空間 但是在整個的零組件方面 或是整個供應鏈上面 我覺得台灣是真的非常有機會的 郭董一出水雨爭鋒 其實大家都想說 其實郭董從頭到尾 都是衝著馬斯克來的 你知道嗎 為什麼第一件事情 人家說你從車子的秘密 人家有Model S 你就有Model C 人家有Model Y 你就有Model E 感覺上好像是故意把 那個特斯拉的那一種不同性 不同的那種獨特性 給搶過來的感覺 第二個是最主要是認為 他們在車子的 就是從零加速到一百公里的這個速度上 我們知道其實昨天他們開出來的Model E 裡面 哇零加到一百的加速能力 可以到二點八秒 大家非常驚豔說 這已經非常快對不對 我跟你講最新人家特斯拉交車的 只要二點五秒 就馬上又超越郭里 硬是少了零點三秒 硬是少了零點三秒 又把你本來覺得郭董領先 現在馬上又超越你 再加上他們一些公里的一些 續航力的這個部分 感覺上也就是感覺他們比那個 特斯拉的最新的一個Model X 這個部分還要來的好 但事實上Model X這個部分 讓人家大家回經驗的部分 是在於包括他17奈米的大螢幕 還有他的後座又加了一個新的螢幕 甚至他的續航力也加強到580公里 然後因為這個新款車子 給大家看了之後外國有車 有一些客戶拿到之後 非常驚豔 那也認為說特斯拉也難怪 過去八週以來股價不斷的上漲 股價已經來到870美元 來到歷史的一個相對高點 雖然還沒有破新高 但已經來到了相對高點 所以認為說夾帶了這一股的旺氣 可見就是說 在這個未來特斯拉 或者是說其他的電動車廠的 一個爭奪戰當中 特斯拉果然還是沒有辦法小覷的 另外一方面是大家都會來想說 那昨天郭董所發表的 這幾輛新車裡面 最讓大家比較覺得有趣的一件事 就是Model T的這個智能的一個巴士 為什麼人家認為說 這個部分還蠻驚艷的 因為它裡面有一個叫 內輪差的一個警示系統 我們都知道像這種搭巴最害怕的就是 你在行駛的過程當中 不管是轉彎 或者是一個旁邊的車子 小車子很容易因為距離沒有維持到 所以發生了一些車禍的情況發生 那事實上它這一次的這個系統裡面 就會有包括它的車速 透過雷達去感測 甚至會主動發出一些相關訊息 提醒行駛在旁邊的小車要加以注意 那這一款車子Model T呢 最快在明年的時候 在高雄的三個園區就會試行 所以如果說想要體驗的一些觀眾朋友 其實在明年很快的就有機會 可以有這個Model T的試行 Model T的